新聞局委託研究機構進行 目的是給有代表性的市民 在足夠資訊的情況下 表達對修改出版法同時遍廣播法的意見 早前研究機構隨機抽養2000名市民進行問卷調查 再隨機抽出大概300人 參加商議日公眾組 在進行之前 有參加者說並不熟悉有關的內容 即是熟不熟悉呢? 不是太多熟悉 參加者會就兩個法律 進行小組討論和大組專家問答 在問答環節 有市民表達對修改的憂慮 但我們現在政府不是一個民選政府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政府會不會有政治勢力的編迫 基本上看回過去20年 就算沒有公則 沒有委員會成立了 其實我們的傳播門界 都可能發生了很大件事 現在的改作了表達了或者表示了一種懷疑 或者是很信任的態度 為何政府會這樣做 是應該著重眼 著重眼著重眼著重心 大約有30位新聞從業員出席 名單由研究機構收集 再以抽樣方式選出 澳門電視台記者新孟希報導